今天我们来看看那些百万富翁交易员 以及每天人们是如何击败华尔街的 与其他百万富翁交易员不同的是 这些交易员并没有大型对冲基金支持 而是由交易自己的资金 其中一些只有1000美元 每一位交易员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交易风格 有些甚至相互冲突 这证明要赚钱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点 他们都有纪律 坚持自己的策略 总是减少亏损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 没有一个人能立竿见影地取得成功 他们中的许多人 在最终掌握这门技能之前 至少输掉了一个交易账户的钱 坚持是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让我们逐一看看这些百万富翁交易员 看看我们能学到什么 Frankie Lau是香港人 他成功地将20万港元变成了600万 他花了20年的交易经验 来完善自己的风格 从1998年他开始赚大钱 他是交易外汇的 由于伦敦和美国市场的开盘交易最活跃 因此更喜欢瑞士法郎 他使用日线图来寻找趋势的大致方向 然后渗入到一分钟的图表 来确定他的进场和出场时间 对于这些小的一分钟波动 Frankie会使用20比1的杠杆 不建议经验不足的交易员使用这个水平 Frankie表示他最好的交易是在2005年8月 当时他在交易美元对瑞士法郎 当他看到短期突破上涨时 他注意到价格接近关键支撑位 他建了700万美元的多头仓位 持有了8天并以40%的收益清仓 很有意思的是 Frankie说他通常只用Mac地址标来做交易决策 因为保持图表简单 当被问及是否有交易建议时 他说要止损 他的第一条规则是使用止损点 他也反对头寸朝相反方向走时往下加码 接下来是罗伯 罗伯在成为全职交易员之前 曾是一名律师 他首先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回策者 然后是一个交易员 他表示如果不能通过回策 证明一个系统有效 那么就没有必要用真金白银进行交易 经过数千小时的测试后 罗伯将其策略应用于外汇市场 最初的交易账户只有2500美元 罗伯说他犯了很多错误 尤其是交易太频繁 每笔交易的风险太大 他每笔交易的风险在5%到10%之间 但现在明白 他应该以不超过1%的资产净值风险进行交易 他明白无论入市还是出市 交易都是一场生存的游戏 如果能在游戏中 存活足够长的时间 并且有统计优势就会赢得比赛 罗伯最喜欢的外汇市场时间框架 是一小时图表 他的目标是每周实现100点利润 从理论上讲 他寻找短期趋势突破 通常会增加对他有利的头寸 并削减对他不利的头寸 并表示从本质上讲 应该始终避免这种情况 他说如果交易不对劲 不要只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希望自己会好转 进行防御性交易并退出 除了他的防守型交易风格外 罗伯的口头禅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回策 他力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之一 是李福摩的股票作手回忆录 另一个白手起家的交易员侯赛英 他在进入外汇市场之前 花了7个月积蓄了1000美元 他的目标是实现每天10点的利润 现在他每天可以赚500美元 侯赛英使用30分钟图表进行技术分析 绘制移动平均线5和移动平均线15 他寻找买入或卖出讯号的交叉点 他在早期学到的关键经验之一 是避免在新闻时段交易 他指出无论图表的技术结构如何 任何有影响的消息 都会使所有移动平均线的结构一文不值 因此 他避免在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2点30分之间进行交易 侯赛英的一个关键提示 是在使用真钱之前 使用常规练习和自我反思 将模拟账户增加三倍 以获得交易方法的一致性 接下来是艾伦 他被称为买崩盘的人 从9岁起 他就开始阅读华尔街日报 到21岁时 他就开设了自己的大宗商品交易账户 艾伦的方法是寻找深层价值 在其他人都在离场时进行交易 这是一种不适合大部分人的策略 他一开始有一个3000美元的账户 在上大学的6个月内 他就失去了所有 最终在1989年 他成功地在6个月内 将一个2000美元的账户 变成了4万美元 他使用期权针对同价的投机方法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当被问及 为什么他在交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 而他本可以早些兑现时 他说用技术分析 看起来仍然很棒 所以坚持下去直到他开始失去动力 艾伦说他最好的一笔交易 是一家名为爱国者科学的公司 他在2006年1月买了这家公司 因为该公司没有债务 有大量现金和丰厚利润 几个月后这笔交易赚了26倍 总结艾伦的策略 他认识到股票在长期通常会有上涨的倾向 这是指美国股市在过去200年中平均上涨了7% 因此他希望在这一长期上升趋势中买入下跌的股票 并且只买入没有债务的股票 他说我认为我的首要交易规则是不担心是否对的 只关注赚钱 只处理错误 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对的 目的是赚钱 下一个是泰龙 他几乎只交易纳斯达克股票 被编辑称为他们采访过的最稳定 最赚钱的散户交易员之一 MBA毕业生泰龙起初是一名保险经纪人 后来再一次物业翻新中获利75000美元 他的意图很明确 这将是他新职业的交易资本 他很快搬到芝加哥 并于1999年开始在一家交易商工作 在那里他待了两年 主要是一名日内交易员 泰龙在该公司的头四个月损失了近2万美元 到2000年2月 他将通过众多的生物技术公司 很快获得12万美元 谈到一些股票时 他说如果股价在150美元 然后跌到20美元左右 他想这还可以跌多少 这跟一般人的想法一样 也是他学到其中重要的一课 泰龙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并相应地调整了策略 让我们看看他的方法 现在需要什么 泰龙表示 他现在是一名动量交易员 不会试图与市场抗衡 也不会往下加码 他只会在动量变化时亏损 然后继续下一笔交易 他有一个三频设定 一个每天可以筛选多达40只股票 另一个查看个股 寻找成交量 波动性 图表模式和动量线索 他从不试图预测 而是对确认做出反应 为了给你一个时间框架的概念 泰龙说他的平均持仓时间是7分钟 他每天要盯着屏幕待7个小时 每天有80%的时间是成功的 平均每天大约有1000美元的利润 他的格言是 不要持有书的盘不放 保持积极心态 像赢家一样思考 每天都要在市场取一些钱 要有耐心 要有纪律 要有激情 很明显这是日内交易的特征 我在十几年前已经意识到 自己不适合这种玩法 因为即使赚到钱都会精神分裂 这就是一些普通人交易员 我们在此总结他们的理念 首先了解你自己 了解你的交易 你的个性需要与你应用的方法一致 像市场复仇 从来都不是明智的 做出冲动的非理性决定 可能会导致你的交易账户破产 一遍又一遍地 专注于做好交易 尽你所能回策 并使用一个模拟账户 来证明是可行的 医生和律师花了无数个小时 练习他们的技能 你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往下加码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可以决定成办 顶和底只有事后才明显出现 只有一个顶或底 而两者之间的趋势是连续的 几乎所有交易者都顺势而为 不去猜测转折点 最后保护你的资金 保护自己 首先防守并使用止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